今年二月新北市民進黨團幹部交接 侯友宜 林佳龍兩人相見歡 但接下來他們兩個將要直求對決 任何的政黨絕對不可用選舉 把新北市當籌碼 新北市民不是政黨眼中的二等公元 侯友宜一改過去的罐頭回應 罕見的政治語言 安算林佳龍選哪改來改去 但他自己也遲遲沒有表態 就在民進黨亮底牌後 侯友宜可能盤算要是職工2024大位 新北市就交棒給江啟成 今年三月江啟成在挑戰主席失利後 選擇落腳新店成立基金會 藍營大咖齊聚 侯友宜更一反過去和國民黨保持距離的常態 道場祝賀 加上江啟成的岳父劉勝良除了是新北政壇大佬當過多人立委 江啟成的小舊子劉哲長也是新北市資深議員 要交棒職工新北市江啟成可不是空降奇兵 他一定會精選天真的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江啟成委員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人選 他不會選新北市吧我也沒有聽他說過 姐夫江啟成的動向留著張說的保守 而大本營在新北市三重的國民黨前秘書長李乾隆 也是江啟成的重要左右手 傳出李乾隆在林佳龍出現後 積極在新北市奔走替江啟成成立後援會 李乾隆評估由江啟成接棒參選 照樣能守住藍天 如此一來也能替侯友宜職工2024解套一舉兩得 恩恩事件的反應是傲慢 然後不負責任連道歉都不要 所以這個破口祭出 我想他有危機感 近期受到恩恩案件不小衝擊 侯友宜持續變換隊形應付內外壓力 但在828全代會的大限前 勢必得做出選擇 金新聞綜航報導 尋規劎 探訪 夏 諮 深 將 絞 V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